说说坐月子全是累,因为生了个闺女,婆婆故意给脸色看,是七月份生的孩子,硬是不给洗尿布,快到老公下班时才洗,晚上尿布不干,是用电风扇吹干了才用,吃中饭时,给了一个用野菜烙的饼,我才跑妇产十天,现在想想都是累,但那时也忍着,没有吵架,后来半开二胎了, 婆婆虽然很想让我们养,但是一直没好意思开口,网友,我坐月子老公有任务,太太没来的,啥也不管,就给洗个尿布,除了三顿饭就在屋里秀十字秀,我妈还得给她做三顿饭,吃的不好还不行,她准备要小孩,得吃好的,没和我妈吃点,我生的就行了,因为累,我妈宁可给我坐月子,饭,就行了这还得 我来伺候她,我还是付她费的,啥也别说了,月子里你生过哪些窝囊气,看看网友怎么说,关于留言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